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琼兹约会最频繁的男性并非郭太元 而是他的健身教练潘若迪 两人曾频频碰面 正直在潘若迪的车内 拉起遮阳板密会超过80分钟 2003年4月26日下午3点40分 在亚历山大健身中心担任教练的潘若迪 上完课后开着乳白色休旅车离开亚历山大信义店 同时间 张琼兹也驾着白色座车离开同一地点 没多久 两辆车分别驶入不远的信义路五段向内 停在中强公园对面一处私人停车场中 两车车头面对韦离并停 从车尾方向看去 张琼兹的车中没有人 而潘若迪的车子没有熄火 因为潘若迪的车子贴着不透光的隔热纸 前窗又拉上了遮阳板 从外面无法看清车内状况 记者车停在两人车后方观察 下午五点 一直保持静止状态的潘若迪车 突然像飞机遇上乱流般 强烈震动了几秒钟 车身上下摇晃了几回 平直抖动后 车身恢复短暂平静 几分钟后 又如同地震的余震 摇晃了好几次 如此接连几次 记者不能确定车内发生何事 但他很确定 车外没有强风或地震 此时 陆续有其他车主进入取车 在别的车子出现启动声后 先前发生的异响不再出现 并肩停躲的两辆车 默默静止在停车场中 5点45分 张琼兹坐车的方向 灯突然闪了几次 应是车主用遥控器解除门锁 解除门锁几分钟后 潘若迪坐车的右边车门打开 跨出车门的 正是右边车子的车主张琼兹 张琼兹还没有完全跨入自己的车内 潘若迪的车就已迅速倒车 驶离停车场 等潘若迪缴费离场后 张琼兹也开离停车场 出场后两人未在同行 张琼兹停留在潘车内的时间超过80分钟 除此意向外 另外两点令人好奇 张琼兹在下潘若迪车时 行动仓促 没有任何告别动作 当时气温不过是22度 潘若迪和张琼兹在车内并未开窗 甚至还把挡风玻璃的遮阳板拉上 如果只是纯粹的聊天谈事 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2.杨秀慧 卫视中文台一代女王 曾邀请杨秀慧、崔佩怡、何嘉文 因福及高一龄讨论女人好主动 男人不领情议题 杨秀慧爆料 有次男友约她隔天共进晚餐 但因为自己当天要下台南主持庙会活动 所以只能延后 隔天 杨秀慧庙会活动主持到一半 突然看到台下有个很熟悉的面孔对着她笑 走近一看竟然是男友 于是她趁中间空档询问男友 是怎么回来的 只见手上抱着约30包冰榔的男友说 因为想要来接她回台北 但又不知道她在台南哪间公庙做活动 下了交流道后就沿路边买边问了超过30家冰榔摊 才找到地方 让杨秀慧好感动 而北返的时候 杨秀慧跟男友一时天雷勾动地火 就在乡间田耿旁燃起爱火 因为怕车子不行开冷气会吸到废气 两人还特地打开车窗 但一打开车窗后发现蚊子很多 男友当下立刻脱下上衣 跟杨秀慧说自己让蚊子吸饱 这样她就不会被蚊子叮了 让曾国成笑说这是24孝才有的剧情吧 杨秀慧曾自曝15岁时就跟男歌手郑敬一有过一段情 受访时还说献出宝贵出业 后来发现郑敬一疑似劈腿 让双方闹得不太开心就分手了 此后杨秀慧拒绝和她再同台 郑敬一则否认她的说辞 几年前杨秀慧还一度跟生技公司老板交往 50岁高龄拼生子 极力调养身体 想要人工受孕生小孩 最终因家人反对远距离恋爱等因素告吹 她选择主动提分手 而后跟白云马国贤屡传绯闻 还和陈文山上演温馨接送情 却始终处于朋友关系 未能觅得真命天子 3.潘若迪 男星潘若迪与小15岁的老婆KK结婚十多年 她虽然已经50多岁了 但靠着有氧舞蹈重训等运动 体力一点都不输年轻人 身材依旧硬邦邦 她还自曝曾在野外缠绵 家中任何一处都是她激战地点 甚至在录像时还原动作 大胆行为让人脸红 潘若迪在TVBS节目《11点热炒店》指出 年轻时几乎每天都会有欲望 但现在年纪也大了 比例真的大不如前 每天中去4小时起工作 一切忙完回家还得照顾小孩 晚上抄疲累根本没有心思 不过她坦言 自己在下午时还是比较有欲望的 由于夫妻结婚已经十年 早已熟悉彼此一切 看久了也难以燃烧热情 潘若迪透露 现在就靠角色扮演等情境来增加情趣 虽然结婚已久 但她强调 妻子的身体线条很能勾起她的欲望 主持人沈玉琳好奇地问潘若迪 野外你曾经最特勃的地点 潘若迪秒回答在椰子树上 所有来宾一听全笑风 潘若迪表示她昔日到夏威夷表演 结束后到海边刚好遇到外国女生 彼时欲看欲来电 而身旁椰子树上却绑了两个吊床 两人就很自然地发生关系 风格极为大胆 许兰芳听到潘若迪的分享赞赏地说 我觉得换情境是需要鼓励的 尤其是现在的华人社会 因为你不能换人 换情境换服装挺好 4.于小平 2012年3月 于小平被媒体拍到 搭上小11岁的嫩男李全 思想开放的他 上节目上坦言 曾试过车上野外 他表示自己在加拿大读书时 你和男友试过车上 与海滩野外发生关系 接着又自曝曾被男友拘于门外 对方的理由是 你来 我好累 把于小平讲得超级饥渴 让他很傻眼 于小平情史丰富 曾和艺人阿斌交往过 还有混血男友 意大利级模特 还和小11岁的棒棒堂二军 李全搞暧昧 于小平曾被曝光感情进度 他有三位外国中年大叔追求 还透露自己曾和其中一位大叔 到乌克兰打干细胞宝青春 交往对象终于不再是小鲜肉 对此他开心地笑说 我变了 44岁的于小平 过去曾和棒棒堂男孩的 小马和李全交往 两次都是姐弟脸 他先前多次在节目上透露 情路坎坷 总是笑称自己是渣男性体 不过据媒体指出 他在录节目时自爆 现在有三个国外华人大叔追求者 最大的年纪超过50岁 是开建筑公司的大老板 过去都跟嫩地交往的于小平提出 现在跟大叔打赏 让妈妈李亚平很放心 不过目前的追求者都还处于观察期 因此还没有向爸妈报备 所以他们还不知道他的感情状况 此外 于小平也谈到 因为李亚平十几年前 曾经尝试干细胞治疗 只好缠身已久地弃喘 因此妈妈建议他也尝试 正好 于小平有一名年约50岁的好友 对发展相关事业有兴趣 因此 于小平决定过生日时 跟好友以及好友妈妈一起前往 至于上百万台币的回春针费用 于小平则表示有大叔支付 从政时努力推动性专区的前议员 佟仲彦 曾自曝要拍小电影 引发广大网友热议 而事实上 资深艺人李亚先前也曾透露拍过小电影 见老婆熊佳吉还曾在节目上爆料老公能力强 称老公是一夜七次狼 害羞是全被翻出 出道数十年的本土剧男星李亚 曾在上节目时透露自己二十几年前 受邀友情客串去拍片 没想到到了拍戏地点后 一打开门就听到了女生声音 本来还纳闷怎么是这种戏事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递脚本 要他演喜肾病患 全程都不用脱衣服 李罗最终也只能硬着头皮演完 还护送女主回家 两人上楼喝咖啡 李罗与老婆熊佳吉2003年结婚 两人年龄相差12岁 且生活圈完全没有重叠 是透过朋友介绍认识 李罗坦诚 当时第一眼就被熊佳吉的气质吸引 因此展开热烈追求 最终获得芳心 虽然女方家长认为李罗是演艺圈的人 年龄又相差这么大 始终无法接受两人在一起的事情 但最后李罗靠着真诚打动岳父 顺利于2003年娶回老婆 婚后陆续生下一女一子 而妻子熊佳姐也曾在节目上抱怨 老公能力特别强 两人甚至曾在医院发生关系 刺激地点让主持人来宾都有被吓到 此外 李罗前女友李芳文先前还在节目爆料 多年前和李罗热恋 两人从交往到分手几乎都很契合 当时身边的朋友都不知情 所以双方就提议恩爱200次时 要将恋情公开 没想到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发现次数早已达400多次 不过 最终因李罗是独生子 背负着结婚生子的压力 李芳文又是不婚主义 所以两人决定分手 多年后 李芳文谈起对方 不讳言地透露 李罗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做人很海派 个性又好 能力也很强 坦言两人至今仅剩七人之情 6.红一山 购物专家红一山同时也是综艺咖 曾在参加节目命运好好玩 宝光和老公私下感情亲密 更是常在户外激战 地点不拘 让主持人何独林 郭敬纯听到脸红 同时这段发言也引发网友两极话批评 红一山大谈和另一半之间的亲密是 微顾和老公在外激情地点 包括亲自运动公园树旁 高速公路路间 员工餐厅角落等 他形容男女在一起赫尔蒙一增加的时候 会找出一些地方是你平时不会察觉的 红一山透露去看电影时也曾发生过关系 因为那时在后排加上电影播放音效也很大声 更提到心中的梦幻景点是台北101的景观楼 因为觉得那边风景很漂亮 来宾讨论夫妻追求亲密的热情 让重新回归节目的郭敬纯听得脸红 红一山在节目中谈起限制级话题 掀起网友议论 有人惊呼 太乱了 这集尺寸也太夸张了吧 更有人批评 有想过其他人的感受吗 也有人坦言 这集很有突破性有开放 不仅如此 在这档节目当中 红一山还爆出了自己当过小三的事情 他讲述了在和一名好友在参加一次聚会之后 两人就有了一些关系 而且红一山知道对方早已有家事 后来还称本来没想和对方有感情 结果没想到在接触之后 两人的感情就持续升温 后来 原配突然闯入 让他才得知了真相 本来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但是红一山的态度 却是在指责其原配 还称自己和对方是日久生情 不过红一山对于这件事情也是有些后悔的 明星也是凡人 也吃五股杂粮 也有七情六欲 他们做什么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一不小心就成了别人茶余饭后娱乐的话题 所以有时候没必要太关注他们的私密室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